魔PD最近帶著新綜藝 蹦蹦地球遊樂場回歸 妖愛李詠志 咪咪李恩志 安宇貞 製作全新概念節目 不過也有許多觀眾認為 這應該算是女版的新西遊記 然而先前一直有傳言 新西遊記恐怕不會再製作下去 會有這樣的猜測 是因為自從TVN換了新的本部長後 制定了不能由同一PD 連續三年以上製作同一檔節目的新規定 也正因為如此 You Quiz驚人的星期六大逃脫 等節目的PD們 只能放下如同自己孩子般的節目 離開崗位 雖然新西遊記在第七季以後 主制作人就從一開始的 羅PD和深PD傳給了深陷勇PD 但已經過了三年 隨著新節目蹦蹦地球遊樂場問世後 更有許多人猜測 新西遊記這個名字 恐怕很難再在TVN出現了 雖然也有傳言會由深PD 通過網路平台TVN來製作 但電視和網路的話題度還是有差距 另一個熱門節目第六感 也是因為同樣的理由 若是不傳給其他PD 應該也很難看到下一季節目 這樣的結果也讓觀眾十分不滿 直呼電視台這規定太莫名其妙 會把經典節目都毀了 希望網友的一片罵聲 真的能讓電視台清醒一點啊